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OK 從哪開始呢 我跟我們Livuson中文學校的護姐之緣還是要從2011年開始 當時是整個紐澤西的華夏有第一次的全體各個學校的教室大會 就是年會 那是第一次的公開展 劉一銘老師呢 把我推薦給當時的組委會 那是第六級校長 結果他就給我打招呼 要是去文科學吧 他說主要是講一下我當時是怎麼做的 也都沒有 是馬里蘭的中學院學校的教研室來做這個教學工作 我就去了 那麼從此以後呢 我就跟紐澤西的華夏的教學系統 我們很密切的關系了 當然呢 我最開始 我今天來請跟老師一起 我先從一個家長來的身邊 然後再是老師 然後再是教研室主任 然後再是馬里蘭老師的 他指定的做培訓的獎員 我因為為什麼我要這麼說呢 因為我當時也是從 跟紐澤西一個學校有關的一個家長 從他嘴裡聽到的馬里蘭的中學教材 我當時正在找 為我自己的兒子找個教材 因為他當時學的是檢南大學的拼音學習班 我非常失望 我去聽了課 當然也跟老師本身有關 也跟教材有關 我看了以後非常不滿意 所以我自己在找 那麼聽了人家長介紹以後呢 就是從紐澤西一個學校 當時化了 是那個學校來的 當時紐澤西是實行馬里蘭中文教學的第一個 就是在馬老師學校以外第一個 那我拿了以後 我一教學 我覺得學校 我在家裡 我的兒子他自己的學習中文的態度 完全轉變 我就信心有高 我說這肯定能夠教出來 所以呢 我就在馬里蘭當時那個女中實驗學校剛剛成立 我就自告費用 我說我來教讀課 做一個實驗班 我來負責 教不好 我負責 教不好 我拿這個credit 後來學校一開始還是很猶豫的 很多新的學校一開始來教授馬里蘭中教材 都是有一定的一個過程 那麼我就承擔這個責任 開起來以後 第一個學期我班裡都有二十幾個人 到了春季學期的時候一下就增加了 就成了三個班了 那麼再到新的學年以後呢 我們一直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個班了 就是全校當時的幾大中文教學的那個學生呢 陸陸續續都跟著一些家長聽說 我們教學就都過來了 那麼我在這個教學當中呢 因為在最開始我就一級一級盯上去 後面的老師呢 就開始使用我的一些教學留下的一些記錄啊 還有體會 同時我把它建成了一個網站 建成一個資源庫 就跟老師們分享 這樣的話呢 一路下來以後呢 我們學校的教學的很標準 很規範 很規範化 那麼在這個之後呢 我才認識了馬立平老師 在跟她的切磋 在跟她的交流 跟她的學習當中呢 學到了很多 她在她自己的學校 碰到的困難 我們就避免了 從馬老師那裡 我們就避免了 所以呢 走了很多的捷徑 那麼我就把這些捷徑呢 也放在我們資源庫裡 為今後你的老師 走更好的捷徑 就這樣慢慢慢慢下去 那麼最近呢 馬老師呢 決定呢 讓我呢 來 我就有一個中心 她說 委託我們的中心 你來幫她做教材和教師的培訓 我不想把我自己作為一個教材的推廣 因為推廣的時候 你不一定真正的信服這個教材 我是完全信服這個教材 所以我希望通過這些講座活動呢 把這個教材的優勢 能夠系統的全面的向使用者介紹一下 然後之間呢 一些具體的操作 具體的實施 我們可以再交流 老師們在使用當中有很多好的經驗 我們都可以相互學習 所以我就是抱著這樣的一個心態 來今天跟大家一起來談一談 那麼我想呢 我們每一個老師都交一個年段 有的時候跟著年段上去 有的時候找不出的年段 有的老師就固定在這個年級 不管怎麼樣的話呢 我們一定要對馬力平教材的整體 從學前班一直到AP 整個這個教材是怎麼設計的 一定要心裡有數 看到這個大森林 大家都知道你到了 你才能明白你這個小樹林的位置和它的重要性 如果看不到的話呢 就會出現肢節 就會出現這個裡面上的分歧 所以呢 我的第一步呢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馬力平教材的總體設計 簡單來講呢 看見了嗎 好像 通通的 好多了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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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哈 馬力平教材呢 每一個年段 每一個年級有三個單元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直到下邊 那麼每一個年級的單元 我們叫做一單元 二單元 可能也有叫測 一第一測 第二是第三測 那麼到了二年級 也是一單元 二單元 三單元 那接下來就是第四測 五的這六測 所以這個表呢 就告訴大家整個這個教材的 他們直接閒進的關係 一直到三十測 每一年有三個單元 我就喜歡叫單元 我說六年級幾單元 七年級幾單元 我從來不去叫測 我記不住 十幾來 還得睡晚天 所以我覺得這樣可能好一點 好 這個是原來的教材呢 從 這個我還沒有算到學前班的一年 三個單元 那麼到了第三單元呢 就進入初步的三分 所以教國一年級的老師肯定有切身的體會 這個第三單元 有一個坡度 從教學來講 還是從家長 從學生來講 都有一個要爬的坡度 到了第二單元呢 這個馬老師認為這是認字平靜 就是說這個時候的孩子 如果上不去的話 就能掉下來 所以這個年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年段 那麼這個年段學習全靠一年級幾乎打基礎的 這個時候呢 他通過短篇的散文 然後通過暑假作業來教授拼音 這一點我不知道教二年級的老師是不是很清楚 一定要交代孩子放假的時候不能不做作業 就是做暑期作業 必須要做 因為這個時候呢 拼音的正式介度 就是從暑假開始介度 所以三年級 為什麼馬老師他的拼音課幾乎沒有呢 就是因為他把時間放在了暑假 利用暑假來學習拼音 到了三年級 就一個月的時間就復習過了 那麼到了三年級和四年級呢 首先是拼音總復習 然後開始進入長篇的散文 就是篇子拉長了 詞彙量 每週的詞彙量大 怎麼教了三年級 教了四年級老師很有機會 有時候四十個字 四十個詞 還不叫字 四十個詞 之後呢 暑假呢 做《聽聞西遊記》這個故事 然後對為五年級的學習閱讀 打下了一個淺淺的基礎 相當於埋下一個弧底一樣的 到了四年級呢 仍然是長篇散文 我們同時介入了一法定量的繁體字路 我們就是認字 不需要細 到了五年級 前面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都是在認字 認字 認字 把這個很直線的要增加詞彙量 就是為了今後 後邊的閱讀和寫作 它有足夠的詞彙 否則它才沒法再進不下去了 那麼到了五年級這時候 大家都可以喘一口氣 從老師來講 從學生來講 感到特別輕鬆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詞彙 詞彙的量和詞彙的難度 一下子拉醒就 挽下來了一個挽波 目的呢 就是要大家在這個年段裡 把前面所學習到的 一千三到一千五這個詞彙呢 用在閱讀上 讓學生通過閱讀一本 中國的這個張悔小說 得到一個我能閱讀中文小說的成就感 那麼至於拿什麼材料來讓學生來做中文的閱讀呢 中國有《紅樓夢》、《三國》、《西游記》 你絕對是選領的 孩子的選領 什麼是西游記 所以西游記就是我們四大文書裡的其中之一 Why not 而且全世界很多很多小孩子 對中國的Monkey King都知道了 所以很容易有這個銜接 心理上容易接受 那麼它呢 把西游記檢寫成二十張 以後用檢寫版作為學生的閱讀材料 其實你要如果在一二三年四年級 孩子跟著至少是Average 沒有問題的話 到了五年級閱讀絕對沒有 因為它裡面用的詞彙 它保留下的詞彙都是前面接受過的 沒有接受過的 比如說上一些特殊的專用名詞 什麼《玉皇大帝》啊 什麼《寶蓮燈》啊等等這些詞 他都會注視 老師一講一下 孩子知道就可以了 那麼就是這樣的話呢 我就是在這個年段裡 我們還有很多老師都有同樣的感覺 我不知道我們教五年級的老師 會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孩子在這個時段 突然的醒過來 就在這個世界上 大概也可能是因為他這個時候的 他年齡成熟一些了 成熟度增高了 也可能是因為中文學習 其實讓他感到一種成就感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時候 教學的老師對他影響特別大 總之好幾個因素加在一起的話 這些孩子 我班裡頭還有別的老師的班裡頭 都突然有好幾個學生 本來要放棄了 本來不想回來學中文了 也想變成佼佼者 我這個反覆我經常強調 就在這個年段 所以這個年段 如果老師能夠堅持到這個年段的話 你真是會得到莫大的一個成就感 你作為老師來得到 那麼在後面 就是這兩個年段是寫作年段 前邊馬老師的這個教材的理念 就是直接認字 前面不教拼音 全是直接認字 三年級二年級的一點點拼音 學完就過去了 然後的拼音就作為 認字的工具 打字的工具 查字點的工具 絕不能作為閱讀課文的管棍 那是不行的 那麼到了六年級才正式開始寫作 所以在這個之前 有些老師帶著孩子說 我們做文比賽 趕緊寫呀寫呀寫 孩子還沒學呢 結果是誰寫 家長寫作 那就是可不誠實的 所以我在這個之前 我從來不讓我的學生 參加任何社會上的社區上的 這種作文比賽 我覺得沒有意義 那麼呢 到了六年級 七年級 好了 就可以了 那麼呢 這個六年級是寫作的入門 最基本的 馬老師 這個 然後通過打字 提高他的打字能力 通過現代文學的一些 非常經典的這個 作文 作為他們的範文 怎麼樣寫中文 用中文寫的比較好的文章 然後呢 英漢翻譯入門 到了七年級呢 又是方法深入 這兩個年段的區別呢 就在於 前邊第一年的兩個單元 來學習寫作 第一個單元還是閱讀 跟五年級銜接 然後第二單元和第三年 第三單元選寫作 主要是要達到一個 讓學生能夠寫通中文 通順了就行了 不要多漂亮 也不要說拿的就是華少的詞彙 拿的就是成語 不可能的 只要寫通了 人家一懂能讀懂就行了 那麼到了七年級呢 那就是處理他的第二個難典 就是寫好 提高他的寫作文 這兩個年段呢 分開得非常的清晰 通過教材的選材 還有教學的手段 那麼呢 那馬老師呢 他在當初 編寫六年級 七年級的時候 他現在承認呢 當時有點 繼承了 國內語文教學的一些 概念和模式 所以呢 當時他的第一批的 他的學生呢 就是那些 從中國到這留學 研究生的孩子 他們那些 這個時候家長 被孩子抓得比較緊 所以那孩子能力挺好的 他跟那個教材非常合適 但是他後來 華人越來越多了以後呢 反而那個家長 對孩子的中文公促 沒像那個老移民的那些華人 公促得嚴了 所以呢 自己的孩子的基礎 就不太好 結果他那堂教材呢 就有點偏難了 那麼通過這樣的反應呢 他做了修改 這時候呢 他就加進了 大概是在四五年前吧 他就加進了一個 我們稱作為 普縣的教學手段 這個我不知道 教育七年級 和六年級老師已經聽說過 這什麼是普縣呢 他就說 如果憑教材 現有一些內容去教他 包括做中葉呀 包括等等 不夠 那麼呢 就是還沒有打開 學生寫作的欲望 和他可以能夠 推入鏡的這個 渠道 因此呢 他就 借鑒了AP考試的 這個寫作的方式 AP考試是 它內容中的這個 電腦打字的 所以他就要求學生呢 每周把 每周要 把電腦開導表情 課堂的前二十分鐘 做自由行作 他設計了一些圖 因為AP考試裏面 只能看幾乎 故事 有這個內容 有這個形式 他就把它設計成 教學內容 從六年級開始 就嘗試 那麼 每周二十分鐘 每周二十分鐘 到了二十分鐘 全體學生 擁核電腦 接著上 核課 我呢 在了解這個 實現以後呢 我就用在我的教育實質上 那種效果 真實口 一開始 學生一開始來的時候 老師我不知道寫什麼 你給他一個題目 就不知道寫什麼 學中文寫作的孩子 都有 我們家中文家長 都有這個題目 孩子很怕寫作文 別說 平常作文都覺得 是個出頭的事 別說 中文寫作文 那麼 我們採用這個圖線以後 一個單元下來 八周一個單元下來 孩子們這時候 完全克服了寫作的恐懼心理 你給他一個題目 就開始打字了 想都不想 就是因為我們採用了這個 主線手段的一些具體的教學呢 把孩子們這個思路完全打開 不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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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戲了 現在沒有具體 最後要講戲了 我沒有 OK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OK 你說我講太細了 不是 我說最後要曾記講這個 現在沒有 你沒有具體的力 老師可以 OK 2 好 六年級 七年級就是這樣 然後到了八年級 九年級 十年級 這三個年段 當時的設計是文化學習 高級閱讀 高級閱讀 古文化 古文學與文化 包括古文呢 就是用了論語裡邊的非常經典的文句 來作為教學內容 讓孩子 打擾我一下 由一名老師 來 你的書沒拿 好了 謝謝 然後原來的九年級呢 也是高級閱讀 古詩 還有 古文化 等等 當然這兩個年段 由於孩子 現在正在進入 入中高年級 甚至進入高中了 他們對人生 開始思考 因此呢 在中文教材裡邊 參入了不少 理智的文學內容 作為他們的學習 這個 非常不錯 之後呢 就是十年級的 中華文化實力 我這個中華文化實力 我教了五文 我越教越覺得這套教材 我每次教都學到很多東西 而且我覺得教會當中呢 設計了一套 除了教材以外 還有一些複助的 這個視頻音符 在教室裡頭 我們後來有了這個網 然後是一套提供的 頭領設備 我就可以在這個教室裡面 邊上課 邊給學生們 看這些複助的 採資資源 讓他們更加理解課文 內容 那到今後一年呢 就是AP 馬老師呢 設計了一本AP的考試輔導材料 很薄的一本 其實有的這種教材 市面上的那些教材 都可以不要 因為為什麼呢 馬老師把市面上 很多不同的AP 輔導的教材 裡面的精華全都摘出來 然後配成一週一週一週 一直從最開始 這個SAT考完以後 一直到五月份 大概有二十週 每一週都教訓 給他安排的 非常有時序 把精華非常棒的內容 都放下來了 好了 那麼到了 現在呢 這個教材呢 由於原來的八年級和九年級 是分兩個年段的 學生呢 要學十年的 語言和文學 再上一年的AP 一共十一年 這個時候呢 學生已經進入了Junior Junior 大家有 Junior孩子的話 都知道 這是Tax高峰裡最困難 壓力最大的 所以呢 家長們都要求 能不能提早 問人節在中人學習 因此呢 馬老師就把八年級和九年級 合併了 合併成現在的材料 叫 文化文化巡禮 叫 芝光 芝光 我們前兩天 馬老師剛呢 組織了 我們幾個試典的學校呢 要今年嘗試這套教材 明年開始正式推廣 更成法的教材 我在手下的時候 教了兩文 就是試教 學生學得非常好 學生學得非常好 這個咱們也不再說 其中就有這個 歷史篇 詩畫篇和人物篇 把原來八九年級裡面 精華提出來 加進一些更好的那種 那麼現在原來的那個 十年級 現在就變成了九年級了 就是文化審理沒有變 最後呢 原來的十一年級的AP 現在就提為十年級 那麼就是內容沒有變 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就是能夠保證學生 在高中十年級的時候 能夠再結束中文學校 校外的中文學習 這樣他中年的時候 就全力以赴的來應付學校的 學習和應考大學的過程 那麼基本上呢 所以呢 最高到最後 中華文化審理和AP考試 是非常緊進行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考試教材裡邊 就不再交受任何常識支持了 就是通過每週的對所有考試提行的操練 比如說我考試會有這個類型形狀 這個形式 我就就這個形式 加進內容來測試 來小考 或者是來這個 我叫做 drill 叫操練 每週都有這樣操練 等到學生二十週以後 一到進入這個AP考試的考場 他對所有的問題了如指掌 很熟悉 一點是這個不會明確查等等的 所以呢他這個考出這兒 但是呢 他的文 他這個教材 我們訓練的時候呢 裡面的內容 都是選擇原來的行李的文化 因為他這套行李的把中華文化 我們海外孩子應該了解的 中華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概括了 所以呢 只要把這裡的內容拿來作為操練的話 沒有問題 特別是最後的那個Cultural Presentation 這個文化演講 很重要 最難的一段 因此呢 馬老師的教材 就跟他寫進 因此我在教授 我現在在教AP 那麼我只錄取這個 學了文化修理 如果沒有學的話 你當時那一學年同時上兩個課 一個是文化修理 一個是AP課 因為我在AP課裡不講的話 文化課裡不講AP 完全是分開的 那麼這個呢 基本上呢 就介紹了 那麼現在經過改革以後呢 這個教材就縮短了 最高10年元 10億 那這個總體來講呢 就是整個教材的一個佈局 老師們呢 你可能現在知道 你自己所教的那個年段 在剛才我所介紹的大聲的位置 每一個年段的老師的教學 都非常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看一下 這個難度和心思量增長 從一年級到十年級 這個是怎麼設計的 最開始這個地方呢 是一年級它的難度 這一年級是不難的 很平 所以呢 這個一年級的 特別是前兩個單元 這個是一個Honeymoon的一個時期 非常舒服的大老師 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很有樂趣 孩子也非常喜歡 好 一到了第二 第三單元 一年級 你看那個波盤走出來 就是我剛才說的 有可能 突然老師改到難了 學生也改到難了 那麼再到二年級 你看那個波盤 難度 從它的這個教材的這個 課文的形式 課文的深度 都一下抖起來 所以呢 馬老師叫它是平靜難短 然後到了三四年級 雖然有些緩 但是還是很大的波度 這一段呢 就是要一下 讓它累積詞彙 所以 加大的詞彙量 到了五年級 為什麼我跟他說 突然可以休息一下 喘口氣了 就是這個 新詞 新的難度減少了 因為大家的閱讀內容 不是很有趣 就降低了它的難度 然後呢 用了裡面的詞彙呢 都是前面寫過的 又降低了它的 對 之後呢 到六年級 七年級 它的難度增加 就足以寫作 本身 是一個很大的 到了八年級 九年級 十年級 就是原來的設計 文化課 那麼呢 這個幾乎 很平了 直到這兒以後 詞彙量就夠了 就是一種 接觸 了解中華文化的圖端 下面呢 那就是《認字平靜》 這邊呢 這個地方呢 是寫作文在的一段 這個地方呢 是《西幽靜》這一段 然後這兒呢 是中華文化十五 中華文化十五 就好了 OK 好 這個是 學到四年級 畢業的時候呢 應該掌握一千五百到一千五 當然孩子們 學一點兒 丟一點兒 狗羞白蕩一樣 這是很正常的 能學到一千五 能學到一千二 就是很不錯 有的孩子超前一點 能夠自己學到一千五 到十年級畢業的時候呢 應該學習掌握五千八字 甚至兩千 當然學著 丟得多的孩子 到這兒能夠掌握到一千五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那麼整個的這個 就是這樣 下面呢 這個教材的整體設計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麼 我現在想加進一段的話 就是這個 給你 我下面呢 想提一點呢 就是這個教材 大家 教你的年級的話呢 你的教材比較熟氣了 還有一個呢 就是很多老師 經常提供的問題 就是他的評分手段 教材評分手段呢 馬老師的設計了很多 這個考試 考試的手段 考試內容 或者考試的這個方式 有他自己的體驗和設想 今天我們在跟馬老師 在商量能不能讓馬老師呢 親自來跟我們大家介紹一下 想試過視頻 對 就是跟他也聯繫一下 爭取讓他能上來 不知道他現在已經碰 行嗎 他就說 你先講 你講完了之後 他就這樣 最碰 那就大概是三點多 OK 大概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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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自己設計了 每一個年段 每一個單元 都一套 他的設計的題 他的設計的題 呢 我是十年來 完全使用馬老師的題 一點點 沒有做任何變化 我只是在給學生參與 複習的時候呢 我涉及了一些複習提高 因為馬老師的複習提高 那麼呢 為什麼馬老師的這個題 大家可能應該都看到了 有的老師 一般問的問題就是 覺得好像太平淡 或者單調 或者是太簡單 或者覺得好像沒有 沒有考出這個 學生的水平啊等等 馬老師有他自己的 教學論的設計 考試評估的這個理念 我可非常認同 認同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我們孩子 犧牲一個幾乎是一天 你再加上平常做的作業 幾乎就是一整個分時間 來學生 別的不學中文的孩子 參加體育啊 運動啊 travel啊 旅行啊 都是非常的愉快的 過這個兒童的這個童年 我們華人的孩子 被我們家長拉到中文學校 已經很辛苦了 我反而被這些孩子 感到太辛苦了 因此呢 我就認為呢 拿考試去難為他們 這是特別不應該的 是吧 因此我在教室當中呢 我主要是讓孩子們 他能夠願意來學中文 到教室來跟著我 一步一步往前走 完成作業 考試是個小事情 考得不好 考了60分 沒關係 再讓他上課 考了100分 沒關係 挺好 不錯 我是通過各種辦法 讓孩子們感到 他跟他自己的昨天比 有進步 他就是好孩子 他就是學習 所以呢 我採取的這個 我因為當時是負責教 教務 我採取了很多 課堂以外的管理手段 來達到一個什麼呢 就是說 達到一個老師 一定要追尋 我設計 我實踐過的一套管理手段 讓他班裡的每一個孩子 認為學中文是一件愉快的事 至少不感到這麼大的壓力 這麼害怕每次的考試 所以我把考試的難度盡量降低 把考試看成一個橫的low play doesn't matter 沒有關係 考不好沒關係 你願意考 這個都非常不錯了 願意複習真正的考試的目的 就是通過複習複習複習 它是有壓力 壓力很大呀 家長一天到了 跟他們說 我們這哪一大困難 這個這個 莫寫單詞 這個字都不認識 還得去摸呀 是有壓力呀 但是他就通過這個複習的過程和手段 它鞏固了 然後再來考試的時候 一下感到輕鬆 這麼簡單 然後就完了 那就完了 考試完了 過了下一個單元 對吧 考試的內容 考試的結果 從來不在班裡分析 這個大家在西方的文化教育制度裡面 都應該熟悉 一定不要像在中國那樣排班 排名等等 不要在 我在班裡頭從來不說 你 啊 這個同學得一百 這個得一百 這個真棒 你們真棒 你說他的時候怎麼樣 對這些沒得一百的就是一種打擊 對這些成績考砸了的 感到心裡很難過的 我就通過第一位跟孩子 跟家長說 沒有關係 我估計可能是今天這次他這個 忙了 或者是沒有複習 沒有放了更多的時間 下次努力吧 私下跟他一口 或者通過我們的這個report card 我給每個學生每個單元考試 我都有個report card 但是呢 效果非常好 你最後達成的效果是 學生認為 你老師非常同情大力 孩子就願意跟著你了 他再難 旁邊人比他再好 他也無所謂了 我跟老師 我老師知道我 老師了解我 我無所謂 很高層的來 所以呢 我就是 在這個理念當中呢 我就把這個考試看得非常讚 因此呢 我就覺得沒有任何必要呢 去修改馬老師的這個考卷 他的考卷呢 我看看呢 某人一看 某人一看是覺得 怎麼就解析過幾個單次完了 然後就這個出文放次完了 或者是一個小篇文章 在出文放次完了 馬老師當時的設計理念呢 就是要把我們這些孩子 看成一個他用的話 說我們窮孩子 我們條件有限 我不像國內的孩子 這麼大的一個文化 這個語言史 這個環境 在這兒環境很有限 時間有限 孩子的興趣很多很多 能學下中文就不錯了 這個在中文學上 這個我們孩子是非常群的 你要讓他去追那個富有的 那個中華 那個中文的 多棒多棒的 那是很難的 好吧 所以呢 我可能這個 贊同馬老師這個理念 把考試就是作為一個 複習鞏固的一個手段 過去就過去了 我們要我們老師還有學校 還有家長還有學生本人 他的經歷 他的慾望 他的渴望 他的渴望 跟他自己比 我就跟他說 我在這個 我所有跟每一個孩子的 具體的交代 具體指出他的一些落點 或者對他的具體的表揚 我都是個別 跟孩子之間 通過我的report 來反應給這個學生的 所以我的學生呢 從來沒有說是 掉班了 怎麼的 我說老師 讓我難堪了 或者老師 讓我在班裡面壓力很大了 沒有 沒有 不管是學得好的 比較超前的 還有比較吃力的孩子 他都跟著我走 最後到了高年級 這個AP 學到AP的考試的時候 居然就認識 我有好幾個這樣 當初就上的時候 會不會的就 就拉他 拽他 這是我的非常 切身的這些體驗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考試呢 要是作為一個鼓勵 作為一個鞏固 學習 學習的內容 不要把這個經歷放在這個 經歷呢 應該放在什麼上面呢 放在怎麼樣 組織你的教學 讓你的課堂 教學生動活潑 讓學生喜歡 跟著你走 我對我所有的 30多位老師的要求 就是說 只要你的孩子 你班你的孩子 願意跟著你繼續升上去 你這個老師就好 這是我唯一的標準 就是說 你看個平均成績啦 最高分 上90個多少啊 60多少 根本不是我評估的標準 所以 覺得 在這個美中實驗學校 教學 有成就感 我們沒有給他這種 這種類似的壓力 老師呢 都是家長的 沒有幾個是 正人八九個老師的 專業老師的 都是家長義務來奉獻 就因此呢 我們給提供很多的支持 也給他指出 或者是引導 這樣的家長老師 來一起把馬力平中 學好 而且我鼓勵家長出來 就教自己的孩子 家長當老師 教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孩子 在自己的班裡 這個是最好的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我當天 我那時候 教得好不好 我從我自己的孩子的反應 我馬上就知道老師 我就知道別的孩子的反饋 這個感覺是一樣的 因此呢 我們非常鼓勵 家長出來的大老師 我就是 沒有任何教育經驗的 老師 家長 一張白紙 反而特別容易允許 他反而願意跟著你的程序走 跟著馬老師原來設計好的理念 一起教學 反而特別的 大家呢 每個年級 程度 是一樣的 教的內容是一樣的 我們用的講義 或者教案 都是來自同一個理念上 還有手段 都互相通過培訓 以後學到了很多手段 就是這樣 所以 我對考試的理念和想法呢 我在我們學校裡 已經在老師裡邊 形成了一個風氣 所以老師呢 就從老師開始 就不去追究 或者是給學生造成一個 要考試 要考出什麼樣的一個風氣 那麽呢 整個教材的設計裏面就是這麼多 當然有可能 老師對某一個年段的考試 教學和教材設計 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有疑問 咱們可以在適當時候 整個問題 讓他提醒 很多老師可以提醒 問題 現在呢 我想呢 老師可能對一些 教學的手段 感興趣 所以那個 由莫老師呢 還有其他的老師 要我說 能不能做點一個教學 示範 怎麼樣 我都可以 那在疑問之前 要不要給老師提 現在老師有沒有 關於教材的設計裡面 關於評估手段 有什麼問題 我再往下面走 幾乎難得 我從六年級 第一個單元 他實際上前面是一段相繩 四個相繩 四個相繩 還有繁體字 他在馬老師的理念 到底是為什麼要引用相繩 這個相繩 小孩首先一點 他對相繩這種曲衣節目 根本就不理解 很多家長就問 你為什麼要加相繩 相繩在這裡根本就沒聽說過 而且裡面的笑話 他們也不好笑 因為沒有這個文化背景 他主要是沒有達到一個水平 相繩必須你達到水平才能笑 不大大水平你根本就不理解 怎麼笑 然後還有就是 他就把繁體字引進來 然後加上就說 幹嘛繁體字發表 主改 這個我可以進去我的 立馬老師裡面的理解 第一點 第一單元的 他還是作為閱讀 跟五年級進行銜接 這一點沒有問題 他博士馬上一開學 他就開始寫作 他馬上讓學生有一個親切感 有一個銜接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因為相繩本身是一個 中華文化的藝術 你在什麼地方教 不知道 反正得有地方得教他 或者給學生介紹出來 學生懂不懂 馬老師的教材 從一年級 一上邊往下邊往開始 每一篇每一章 都含有很重的 中華文化的文化 相繩本身 是一種中華文化的 一種表演形式 表演藝術 我認為馬老師就把 像是他的地方 既作為樂主 又作為 給大家介紹 中華文化的一個藝術 和一個表現形式 以後你聽到的話 就不會說 什麼 人家跑跑 然後呢 如果再介紹的時候 我就會說 他跟美國可能也有這樣 但是美國人都是一個人 你叫什麼樣 stand up to harmony 對嗎 我就說 我跟中國人呢 是兩個人一起 這時候可以說 我鬥了 我們這些東西 你要講沒完了嗎 沒完了我 一般不太講 一個人是主要的 另外一個呢 就是提供一些 讓大家可以發笑 我說 我們孩子也說 學生經常會說 你在讀那個西洋記的時候 有些東西 他們也覺得不理解 為什麼經常呢 他們會覺得stupid 他已經把你們說 不是啊 那也是 特殊的表演 我說你們在西方長大的 雖然你們在西方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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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們在西方的外人 但是呢 因為你們接觸西方的外人 所以你對美國的一些表演形式 表現 這是中國人 你去聽一段相聲 大家笑得前仰後仰的 過去了 至於他真懂了沒有 他聽說過 至少他可以在多幾年級 他回憶起說 我在中文學習 六年級的時候 說過這麼一個cross talk 他沒覺得什麼時候 到中國去的時候 別人被請他 他是一個CEO過去了 人家請他去看一個節目 其中一個cross talk 他那時候就 他就不會反應說 是誰啊 他那時候就會說 我聽說過 學過 學過 至少就不會講 那個時候 他就不會講到 小心點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就好像有點 是個文化人 接觸過 美國來的 我也聽說過 就給他這個點自信感 所以說 你能夠把相聲交到什麼程度 我還真不懂 真不懂 所以這個問題呢 孩子都有了 我的孩子和學生全都一樣 沒關係 就過去了 就是把這個文化藝術 把這個表現形式 交給他 別老是有這種想法 就交這個 下課 其實我標準中的也有 標準中的八年級 就有一天這個校園 他當時校園 只把學兩次結合在一塊兒 所以我當時的課堂 我是兩個學生 三、四個學生 兩個五個學生 也就是說 我的課堂 都是教育他們運行的 他們上來直接去表演 然後就互相evaluate 就是可能小孩 就拿我自己小孩來說 他們不知道校圖 但是我當時在科學 給他們看 變得看馬三立那個 做幾萬二年級 你們還記得那個經典校圖嗎 馬三立那個 他們一看就怎樣 有的時候 他們一看 根本不用說 他們就知道這種事 我說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 就像美國人說吧 但實際上是一個 我們這是倆 所以我說他們很誇張 他們一個讓你笑 一個讓你悶 就是這樣 就給他們解話 拿到一個別人的話 他們也提出 所以後期 這個文章是我們效果還挺好的 怎麼看 原因是這個笑子 他不會笑得出來 對 笑得笑得出來 這個明白吧 因為他們兩個聽些 當然的 我們也笑得出來 是的 因為這個 其實是最難的一個 文化所詞 程度之間要到一定的水平才可以笑 沒錯 但是我的理解 我覺得馬老師可能這麼想 我們在學習的初衷級階段 我們是要打射擊 我們什麼都要知道 也通常可能AP考的時候 他就考不定 他幾兩年考的是爹地 可能今天他就考住過的傳統區 這個面說不準 可能就是要做開箱 但是如果你的學生想 把這張照片 他可能他當時AP的部分 他就拿到 他說不出來 是這個說出來 對 我的心願 是我覺得 馬老師那個相聲 不光是戰友相聲 其他前面也有過 像什麼量子那樣的相聲 那學生的程度 有不一樣 有的學生 有不少的學生 也是可以 體會到其中的笑話 特別是量子 那個那個 我的學生 就上台去表演的 中國那個 新年的時候 去表演的 他才是笑的 怎麼那個船變成一塊一塊的走了 我們到了八年級的時候 有一個全身是成語的相反 就是從頭到腳的成語 成語也在AP裡也有 對 可以 沒關係 其實就把他照顧著一個樂節 就沒有什麼 笑起來沒關係 他沒辦法 還有一個考試形式 我剛才六年級考試 就是墨學生子 就完了 對 還有一個做文 做文 好事情是等馬老師 你講的問題 可以 現在又能量 是吧 可以可以 一會兒馬老師說說 連線上來 但是現在我們學校裡 就要求 不能墨學生子 墨學生子 別打破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要重新設計 其實 有時候我是這樣的 我當時學生 我家在這邊墨學 但是有的孩子呢 能力卻是低 他墨學 他背了兩個星期 他都記不住 他就是這樣記不住 那我就說 沒關係 我就允許聽寫 我就把這個孩子 一成兩半 能墨學的 有special credit 墨學不下來的 我就讓他考好了 我就給他個鼓勵嘛 分數都是無所謂的 你就聽寫 我練給你聽也行 但是呢 他對於自己墨了的 聽了的 他在複習當中 對於他的語感培養 非常好 背下來的東西 唱出來的東西 外語 唱出來背下來 他才能記得住 他能提光語感 所以就通過這種訓練 給他一個壓力 讓他去背 在這個當中 提光他的語感 這個效果呀 他自己看不到 家長都看不到 那麼作為老師的話 應該也能夠看得到 對 就要他這樣做 如果能墨寫下來的 我給他special 加分的 墨不下來的 我就聽寫 這個是處理 你班裡的程度 不太相差太遠 但是呢 我又不願意讓那些 小尾巴的孩子呢 感到資金 我就給他減輕一下 他考試的難度 給他這麼一個寫實 沒有問題 寫作文 你們 你們是熟悉嗎 電腦打字就行 不要熟悉 開語 我就是學生帶電腦來 因為我們上607年 你可能都帶電腦 所以每天都不帶電腦來 然後電腦打字 打完以後 我們用雲記錄 Google Doc 當時只有老師就拿到 或者是Copy到老師的 Flash Drive上 讓老師拿一下去看 都可能 張老師 我說兩句好不好 我覺得其實就是 對學生來說 就是他們的 讓他們的經濟性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班官每個週 也有期限 只要他稍微復習一下 他一定是沒有定 但是他就是復習 這個是一個打門 不是說他不會 他一定會 那後來呢 我就 我這個方法 我就寫了E-mail 家長說 前面這幾個星期 這幾個孩子 都是考滿分的 有個家長就去出動一下 但是他就是 到了後面呢 學生年紀大 還加上也沒有很多的作用 他也會不動 不去講個話 倒不是他們沒有這個 我也在 我也在 我碰到這樣 就關於這個聽寫默寫的事情 其實就像我們長大的時候 每個班裡 我們上中學的時候 班裡 我的聲音 第一 班裡就是 我就回想到 我們那個成長在上中學 上大學的時候 特別是上中學的時候 你一個班裡 二十多個學生 三十多個學生 絕對有不同的層次 那我們在這兒 學中文的那些學生 也是有不同的層次 那就像張老師說的 有些學生 實際上他是可以默寫的 如果老師 但是老師要給他 有這個要求 比如說 我的班上七年級那時候 就是有 有可能 三四個學生 都是可以默寫的 所謂默寫 就是說 他把那段話都背下來 自己就可以 使用默寫 那馬老師他設計默寫 這個是為什麼 因為在海外的孩子 這個語感 是個很大的問題 就像我們那時候 學英文的時候 每天早晨 不是都是跟著廣播喇叭去 先是英武學生的 跟著念 廣播喇叭怎麼念 我們就怎麼念 然後自己背下來 這個背下來 就是你這個 就出口成章 你背得多了 就出口成章 對於你寫作文 對於你學一個語言 我覺得非常有好處 那有些家長和孩子 他就有這個願望 希望能學到比較高的程度 那就是說 馬老師就給他 有這麼一種要求 你默寫 那實在做不到的呢 就像張老師說的 那你在旁邊給他聽寫 或者我在那兒給他聽寫 但是那些能做得 自己默寫 他就很快的自己 我還沒念到 他自己全都寫下來了 那我給他一些 Extra credit 或怎麼樣 就鼓勵好的學生 能夠達到更高的水平 不要被那個中等 或什麼給拉下來 記得 對我覺得 對學生的評估 一定要根據他的本人 你老師要看準每一個孩子的 他的程度 在他的考試的時候 讓他有一個比 他上次考的要好幾分 有他這樣的感覺 他才能感到自信心 才能堅持下去 才能明天回到你班裡來 或者是上一個老師的班裡 這是我一定要達到的功夫 不能讓考試把學生難倒 本來學的有點興趣 挺不錯的 一考試把他難倒 他一看我的學生 怎麼怎麼怎麼樣 就是這種考試的手段 在正規學校裡面說 我們中校 我們沒有那種 credit 我們並不是一個難 credit的學校 不要把學生搞得這麼累 這麼難 讓學生感覺到 願意回來繼續學習 等到他再長大一點 他成熟了 現在我現在的一些高中的孩子 停學停了好幾年 回來上我的暑期課 一下子開始在家裡長中文了 我都吃驚了 他這時候成熟了 你稍微給他一點錯動 他一下就反過來了 明白了 我現在特別有成就感 就是這段孩子 我就願意較高的人 因為他成熟的時候 特別容易教 謝謝 那邊 我們就是 我現在教了一年級 教了兩年 但是就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現在一年級 因為沒有那個不歲班 沒有那個不歲班 現在就是 我們一年級 有很多不識的孩子 所以現在這個水平 就親自不齊 那我就想問一下 那如何在沒有不歲班 的這個情況之下 上了一年級的 而且很多人 那個教授應該知道 有一半差不多 是五歲的孩子 所以呢 去年我就覺得 自己覺得就比較難教 那麼怎麼樣 能夠在一年級的時候 既有五歲的孩子 也能夠讓他 對這段批評 能夠學下來 有沒有什麼 更好的方法 的經驗 有 給你介紹一下 那個 我剛才前面其實帶了一句 就是因為過去 馬老師他自己的學校 這個灣區周圍的獎長 中國獎長 的厚實的厲害 讓他們五歲的四歲的 還接近五年級 對 他當時沒有教材 來 accommodate 結果他寫了一個 編寫了一個五年級的 就是五歲的學生班 所以我建議呢 我們學校可以把那個 學生班教材也進來 就是跟他是一個系列 只不過他從五年級 開始 我的學校怎麼做的 我們的學校呢 是我設計了 我在每一個學生 進入我們每一個班 他註冊的時候 我不能家長說 上幾年級上幾年級 我都要測試的 進入一年級的孩子 我的編絕對的要求是 滿六歲 第二 家庭裡頭 他在家裡聽說中文 讀寫無所謂 不要求 因為他進來就是個白紙 他能聽懂就行了 我就可以教課了 這是我的要求 二年級進來的時候 所有二年級 你升上來 原來那個班 從一年級升上來 我的問題繼續上 從別的學校轉來 別的教材轉來 進二年級 我都一個一個 我親自要面試 家長把孩子帶到我這兒來 找這個下課以後 你第一天先去唐廳 唐廳下課 到我規定教室來 我一個一個面試 都是我親自面試的時候 就是我要問問這個孩子 我首先要看這個孩子 他學習的動力 他說話聽懂的能力 我再問問他已經在家裡 認識了多少字了 等等等等等等 然後我跟家長商量 他可以上二年級 可是我覺得他辭量不夠 你能不能在暑假之前 給他買一套教材 自己把這個教材補上 家長答應了 好 你明天上二年級 學前班 我們的條件 我們在明文規定的地方 站上規定的 必須五歲 九月一號以前五歲 在家裡聽說 這個教材就是給你繼承語學的 你覺得在家裡講廣東話的 或是根本不講中文的 這樣的孩子 我們讓不到別的版區 都能上這種 躲著看根本教不出來的 那目前是像不講的情況 我們已經有了五歲的 還不信任一年級 那怎麼做 這個由學校來決定 我認為 我建議 應該成立一個五歲學前班 來 難怪如果來不及定教材的話 五年級 五歲的 這個 學前班的教材 就是譽語學詩歌 五歲真不能上一年級 為什麼呢 我給你講一個道理 他有的家長說 我都認識了 這個一百個字 沒有問題 都怎麼說 可是這個孩子 五歲的智力不到 他的EQ不到 那麼等到 我在前面講了 一年級的一單元 二單元是一個容易的事兒 學孕語 他孩子都會了 都不用 不用認字 他自己都背回來了 所以呢 那個時候有點虛假 到底是真認 還是背出來的 不說了 到了第三單元 剛才你看到那個斗 突然變成了散文了 不再是詩句的時候 這樣的孩子 特如意往下調 他應付不了 他的EQ沒到的 他太小了 所以這樣的孩子呢 你如果讓他繼續上一年級的話 對他的自信心 自尊心 是個非常大的打擊 還不如 我就跟家長說 你還不如降一年級 讓孩子在班裡是個佼佼者 這一路上來他都是佼佼者 多好 我們去年就出現了這樣的問題 我跟好幾個家長 也講過 我們去年就是經過班裡的 有些孩子一盡量還不到五歲 所以等到畢業的時候才剛過五歲生日 所以到了水 您說的第三單元的時候 其實在第三年 第二單元都能背下來了 因為我是要求他們上課的時候 就把那段都給我背下來了 因為只有四句話 那簡單 全都能背下來了 可是到了第三單元的確是這些五歲的孩子 馬上就立刻就覺得跟不上 就是您說的 他不是說能力的問題 是他根本不理解 他可能會在家裡學得很好 但是他不理解 他的情感智商還沒有到 不能克服困難 就沒有辦法 所以現在就是 近於這種情況 我們學校也有個特殊的情況 就是現在還沒有五歲班 但是這些家長 您知道中國家長都特別富士孩子 那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方法 讓我們紀念先能夠過這麼一年 因為我去年用了很多種辦法 我都沒有辦法把這五歲的孩子 交到以前的那種狀態 現在的家長真的是越來越多 你要放在一個教室裡 你沒有辦法 是很難 你要分開兩個教室 我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你有多少孩子 我上次最少十八個 一個班裡有十八個五歲的孩子 全班有七個 十八人有六七個 我這說的最少說的一個數字 是有六七個五歲的孩子 這個呢 我做的最大的工作 就是跟家長去商量 放假的時候 我跟家長在商量這個事 我們最後那一天 我在跟家長說這幾個五歲孩子的情況 說兩句話 家長全是學霸 是學霸和人物 所以他對他們 我在跟他們說這幾個 你這樣你今天了解的整個教材設計 你就跟家長 我給你講講這個教材的設計 到這兒到這兒去什麼 磁波量多少 你的孩子如果一開始 就是這麼低的年齡 然後呢你往上推的話 到了一段時期 他的EQ 趕不上的話 他容易下來 這時候你的孩子 資金會受到打擊 你要家長去體會 就在美國這個地方 你一定要讓孩子 是有自信心的 否則的話 我以前是從來沒跟家長說過這樣的話 你要說 一定要說 去年的時候 的確我碰到了班裡面這麼多的情況 我是第一次跟在班裡面開那個 最後一天的家長會的時候 我在跟有些家長在提出這個問題 你不要怕覺得你的孩子流離你幾 而覺得好像怎麼我孩子不如別人 的確你們的孩子都很聰明 Schif condensify 我都學縫律人物 我說你們不要這個擔心 如果你擔心 因為我也知道哪些拼教材 我也看過 從異年級到四年級的經濟 怎麼都看的 雖然我教二十年級 但是我也跟他講 你到了三年級 你一定跟不上 如果這樣的話 你還不如一年級多上一年 打多一年的基礎 你就是您剛才說的 可能這樣你永遠再不太高 你就跟家长呢就是非常推心制服的要说 你说我们的孩子很苦了 来一天学中文 你让他轻松的愉快一点 而且在班里是个嚼招者 你说你这么家长的 不是反而会感到更自豪的 很轻松一些吗 一定要这样讲 否则你家长也累死了 推呀推呀 你就这样 我给我所有的家长都这么讲 你只要他看着老师确实 你只关心这个孩子很真心 他都听你的 我还没痛到过 不听我一定要很悔的 我今天就真是 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 还不是微信 也不是音量 打电话给我 说其实这个孩子 我当时也要求他的妈妈 让他在上里面 可是前几天给我打电话 要报马丽萍三年纪 所以我们家里有爷爷奶奶家 是不是这个意思 他爷爷前几天刚来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当晚的 我也借这个机会回答大家的疑问 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马丽萍 对 非常多人 CFL都有 然后呢就是说 叫什么 我就举个例子 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 这个网站上的信息 我们在报名的时候 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的全年小白是55岁以上 我们的一年76岁以上 我们说得都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我们这些退爸推妈们 他们制作网门 是不是 继续报名 对 我再说一个我自己班的例子 因为我在教那个CSL零 就是我们的Pindergarten 因为我们的CSL是有零的 我跟你说 我最小的孩子是四岁多三个月 我最大的孩子十二岁 同时在一个班 我教了三年 我过来了 而且我告诉你们 有好班上每年都有三个 或者四个小孩 他是repeat 是因为我跟他们 爸妈妈最后 不是最后两天啊 我是整个下半学期 今晚跟他们做工作 我说你这小朋友 四岁半的小朋友 他到了毕业的时候 也就是对他不当 将将到那个阶段 我说你可以让他上去 但是呢他可能会 以后再也不去做门了 我还有一个建议给你们 要来听 我说你再跟我重复一年 如果你喜欢有老师的话 我还说我喜欢你 再重复一年 他们好开心啊 他们真的留下来了 每一个 every single one 我一个孩子都没有丢 我的班上永远每年 第一年我教的时候是十八个 第二年我教的时候二十 第三年我是二十一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丢 所以这是我觉得 所以这是我觉得 对那个 老师的话 我也要问这个张老师 张老师那个 张老师 我想问一下那个 关于AEP的科长设计 你们那个学校的那个 AP课程的设置问题 您刚才说的是 你们也是AP课是二十周是吧 AP课 从那个ICT考完以后 我们就进入转入AP复习嘛 嗯 二十到二十多 看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下学日啊 官啊等等 然后你这个AP课 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 基本上都是在做这个试题 是吧 不叫试题 就是 马老师提供的很多教材呢 很多的材料 我们就用那种考试的形式 来做这种练习 嗯哼 都是当时去测试它 所以你们没有别的课本啊 没有别的 OK 那么就是那个中华选理 这个是个文化的知识的课本 对 那这个呢是在九九年级的时候呢 就学完了 前面一年都学完了 所以进入AP的这些学生呢 应该是 就说你们还是有要求的 对 必须是 达到了 比如说把这个学理学完了 九年级也毕业了 然后才可以进入 对 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学校有两套教材 两条腿 一个是玛丽萍中文教材 一个是 原来最早的济南大学的那个教材 还在 还在教 但是呢 只有大概五分之二的学生在那边 这边 这边家长院的 四处的话 一般都在学马云丽萍中文教材 那么呢 现在 他开一个AP班 他用的是 那个Baron的货号 对 在唐奈的那里边 那里边呢 我特别不喜欢什么呢 他文化和考试辅导在一起 是的 结果呢 你文化学校也不深 你考试也没有多 现在用的是这个课本 所以我就 收获 那么现在我 因为我是讲AP课的 那我们现在的主要就是 在寻找一个就是文化知识的这一部 所以你这个选笔我蛮感兴趣 非常的好 强力推荐 那我这个目录在哪里可以看的 这马力平教育网站呢 在他那个 就是那个AP识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 就是你的那个选笔的这个 教材的目录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我刚才跟校长说了 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 徐步路跟带两号 对 我刚定了 我八年级的那支窗课 我订了 今年马老师免费提供给试点学校的学生 然后呢 五年 这个 巡礼 五十五块钱一本 你要集体订的 五十五块钱一本 你要自己去买的话 六十五块钱 你又还有融机费呢 那如果 如果我们想订的话 学校想订的话 就直接到你们 那你不要到我 到那个Stanford 马老师自己的学校 他是出书的 我的老大也出来的 他记得很快 三天就到了 所以呢 我还想问 就是这个二十周的话 你们学校一共是多少周 中文学 中文课 你想从九月份 嗯 我们学校是三十二周 唱歌 唱歌 我知道呀 AP考试是在五月份 对 对 但是他第一次到 11月7号以后 他在这儿 对 哦 他是这样 前面是SAT 因为SAT的内容呢 AP是可以沾光的 为什么 它是训练听力 训练语法 训练阅读 所以呢 SAT这几周的复习呢 就把这一部分 就去掉了 嗯 就解决掉了 然后呢 进入AP的时候呢 当然还继续这些内容 但是重点放在 写和说上 对 对 马老师的教材 就从收割里 精华都提出来了 对对对 因为我AP预约现在约了十年了 所以 真的啊 你是challengeful的约约 那我得想你学习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课程 我们这个设置 因为我们学校的课时嘛 设计之后 完了以后我后面就是 哦 我有事儿做 学生不写不能玩 没事儿了 我是那个毕业班的话呢 我就给他们带 制作他的毕业年间 每一个学生写一篇 他的最后中文结束的作文 配上他从小学到大的中文的很多图片 做一本彩色的毕业年间 赠给学生 哦 因为你的AP班是要是很毕业班 对 因为我们不是 我们是说已经毕业了 我们整个华学习 整个华学习我们九年级中毕业了 这AP是一个加上来的 哦 OK 在美中的是AP是毕业班 但是你不考AP的话呢 那你之前那一年就毕业了 就是看你什么时候不回来了 就就 反正十年级就是那个行李 作为语言文化就算毕业了 那么呢 大多数孩子都继续学了 学到这个程度的份上还不考啊 都想考 家长也认考孩子到时候也认考 我们也有的学生是属于 你才知道 我用手机录它的 网上就是糖果 我可以给你们看 我怎么用云技术来 在我课堂来授课的 我现在课堂 我都不用一种 全部用电脑和在网上的东西 你们学校没有网 我们学校那个公校原来没有网 从去年开始有网了 我们Montgomery County 那个从去年开始 所有的公校都有网了 公校有网 但是我们不能用 所以它是公开的 对社系公开的 这个可以去争取 主要是学区的统一政策 应该不法开放 为什么不错 对 这种单独词 全部考试内容都是全面学的 我再找个人 咱们这方面的内容多得很 今天也不肯讲完 反正是 他看他打的 我也打的 可以 那你看得出来谁先呢 谁先拍上去 谁先赢 他自己也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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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比如说找我们两个老师 别打我 别打我 然后下面哪个学生 自告奋勇 来给他们来一个挑战 丽丽老师吧 丽丽老师吧 不不 各个我随便找 你们都是学生 我让谁念谁中念 我让谁念谁中念 现在第一个名 丽丽 快 快 哈哈哈哈 这两个是其他的学生 对啊 就是说自己的 还有其他的学生 要给他们那个评分 用两只手 左手是给朱老师评分 右手是给那个冯老师评分 谁答对了 你们认为是谁第一次 打成这个第一 就那个刚才谁 请点 这个是您跟了 下面那个请那个丽华老师 念 太故事 看谁得分多了现在 她 她 现在那个那个 那个同学念 设计 下面那个请这个 这个是念 有什么去读一个 著名念 应该那么注意听见 咱们打 这个是这个 然后下面 下面 然后下面那个 潘梅老师 潘梅学生 几何行吗 慢 她是慢 哈哈哈哈 这个gaming呢 这些人是不要的哈 每一次都要告诉她 这周一家老师 那她自己会有 这个人 坏老师 哈哈哈哈 所以你们觉得这个gaming 引爆了多少次了 全部学生 因为两个学生在上面 他们要征分数对吧 后面的其他学生要打分 对不对 而且呢我还靠着 跳着找人来 给他们查理 你要认识这些字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 叫到你 对不对 孩子也喜欢玩这个game 然后同时大家都要注意 因为你要打分嘛 所以 然后呢 你再换着人上面来 才玩这个 这不是全班都get more 而且呢 孩子就会出一定的 我觉得今天那个 也要认识的话 刚才她这个证明了 五上 我记得吗 如果单纯认识的话 是第一档最低的 是什么 是memorize 结果还加了这个同学之间的互相 还加了什么 evaluate 还有analyze 对不对 除了seated 或者其他都用了 所以一下子上了百分之九十 就是 对 她刚才会站起来走一走 因为她老坐在那 不知道 知道 最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们看门的话 您是很多嘛 这位晚念过的自己拿掉 是吗 绝对职尾的拿 念过的拿掉 就是他们已经拍过的 就老师把他们拿下来 不见 不见 没有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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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 不见 你拿不见 不见 这三年级的事情 对 这三年级 没有 半年级 没有 一 二年级 所以我们要见 他们就不会说 你这个时间降了分数太多 是吗 你分两个课 你试试 你真正用自己试试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我教过三年级 所以你少不用每个课都上来 试试 还有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活动 第二年级的话 小孩就参与 还有呢 就是我们给每个老师有个教编 所以我上课呢 都是拿教编 这个时候我就给学生 学生长大 学院拿老师的教编 学生特别爱当老师 他拿你的教编来做事情 高兴得了两个课 我就呢 类似的办法呢 我就是 我这个字都挂在这儿了 我说好 你们都知道 老师经常叫你认字 认字 点字 找字 现在我找同学来这样做 然后呢 我就说学院来 指导费也来 不点 教编给他 好 指出来 指上去 对吗 然后呢 他在找的时候 底下是暗躺不住啊 学院 等他 认罢了 这么两三个字 谁还愿意啊 你赶紧排队来 我不愿意再等花 谁人等着 所以呢 他就上班以后呢 给这么几个孩子 几个摸叫别人的机会 特别的高兴 还有呢 除了你念他字以后呢 我还可以说 那你来到那 你指的一个字 全满满 他那时候感到特别powerful 他一直全满到那里 感到非常powerful 这本身就是强势工具 就是玩具 孩子肯来动 这个东西都是玩具 玩具 老师 像孩子上当老师的 非常powerful 这个概念 还有呢 还有呢 像高年级的 3.14年级大级 他们的表现能力 比较强了 因此呢 我就在每一周的 词汇里面 找出动词的词卡 然后我找两个 到前面来 找几个 我自己走到后面去 别人看不见我 我把那个动词的词卡 亮出来以后 前面两个人 要一起表演 把这个动作表演出来 因为同学们猜 他们在表演什么 这样呢 这个一个好办法呢 就是 一个是学生 在前面表演 他认识我给他几个字 下一个的学生 都通过他们的动作 能够说出 他们在进行去学的这个词汇 这个方法也挺好的 小孩子他爱动啊 下位子呢 他比比花花都非常的容易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在交代 一年级里 有一篇课文 你教作 你走 我这没法给你们做演示 但是我跟学生演示 没关系 你演示一下 我们刚刚 OK 就算一年级的 说你走这几个字 它是一个出词 不是课文里的 但是 这是济南中文里的 不是 对的 没教过济文的 它就这样呢 然后我看他有点累 有点重复 特别是第二节课 把困头 我说好 下面呢 我们看看你同学们 对这几个字 认识不认识 能够表现出来啊 end out 我经常让学生 end out 我说好 下面啊 听老师说 老师说一个字 马上你要做啊 第一个字 做 那个学生 本来就做了什么 跳起来 蹲下拼蹲 挺好 都知道是做 下面 立 碰 全面都坐站起来了 细滑的 立了 不动了 下面老师说了 坐 就坐下了 我再说立 就站起来了 然后说走 他这个孩子 都朝哪饭都有 走走走 我就说走走走 他就走走走 我说哈 行了没关系 他就哈哈的笑 然后我说好 坐 那个聪明的孩子 坐原地一坐 那个有点反应慢的还是 就是 就是 然后呢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反应慢一点的话 他把我回跑 跑了坐也能坐 我说不对不对 我没让你跑啊 你们听老师的instruction 叫听 坐就是坐 我再坐一遍的时候 他就 坐地下了 他就坐什么 很好玩的 前仰活活的 然后我就说 好 好 他们接着 立 好 原地站起来 最后一个 回大座位 哇 就让他们活动一下 小孩子 下座位的是 站起来 这个手不阻挡的是 对他 大脑刺激 我经常就 经常就 今天在看那个 版人的画 很有意思 这是一个办法 另外呢 就是在交 小白船 是在 这几棵 小白船 有一个小小的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 一年 有 ok 等到了你 三年级的时候 不是学拼音了吗 三年级的前三周 是拼音复习 对不对 最后一周 那一周 我们现在到了没有 有没有交到哪儿了 还没到呢 还没开学的吧 最后一周 三年级老师注意啊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 最后一周 有个作业 书上的本上作业是 用拼音 来写出 一年级学的那首 五歌谣 我这时候 就一下子 就到哪里了 我这时候 为什么不让我的学生 接触打字呢 我说回去以后 用拼音 让你的爸爸妈妈 把你的电脑交汇 怎么打字 用打字打出来 然后印出来 贴到本 这个效果 我是当时意想不到的 就是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 提升的一个策略 孩子们回家以后 第一次 有生以来 第一次去打中文字 第一次看到自己手 打出来的拼音 一个一个的字 蹦到那个电脑上 特别的兴奋 那些家长做完了以后 就给我发一email 说张老师 你的办法太好了 我还说 我能打中文了 这是他第一次 就把他打进去了 虽然才三年级 还小 但是家长帮不下 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让他跳下 虽然我们五年级才开始介入 拼音打字 拼音打字 在教堂上 但是我那一年 开始用的时候 效果特别好 从此以后 我的孩子 这个学生 最后打字 一个六子 我都来自三年级开始了 而且对他这个中文学习 这个兴趣 和他这个动机 激情 突然提升 一大半 这是一个契机 老师可以想 然后会抓住 啊 打字 还有我们在一年级 在学这个调破的时候 我就带学生们唱那个 唱那个小白 老师会唱吧 一个韩国歌 一个朝鲜歌 一个韩国歌 蓝蓝的 特别好听 然后呢 我那天给家长席 这么交嘴歌的时候呢 因为他那首歌词 就跟那个书里的那个语 非常的相近 几乎就没有生词 所以交唱歌的时候 把这个 这个交完了以后呢 再去交这首歌呢 当时我有几个家长 来 来做班里做值班 家长跟着我一起 男家长 家长一起在这唱 哎呦 大家一个人好浪漫的 当时那种 歌特别好听 然后呢 我在客户通信 我就把这首歌词 洗在客户通信 交给家长做工去 我给家的孩子们唱 孩子我都很认真了 那天很激 很激 很激 情绪都很激愤 就是说 能用中文唱首歌 而且这个歌词 这么容易 刚刚学过的那个 里面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奇迹 提高学生学中文的 兴趣 那我三年级 刚才我都打字了 二年级的 唠月亮 有没有叫二年级的老师 没有二年级的 有 有哈 OK 二年级呢 第一课是唠月亮 知道我怎么教的吗 我把自己 出丑就出丑 我当那次演员 啊 啊 因为二年级一天开学 那天很乱 当时我是两个单 合在一起 因为另外一个老师 什么事来 来不了了 又热又燥 然后合在一起 我说这个学生没法上课 那我根据这样的 我就让学生们乐一场 我就说我今天 表演一个 啊 给大家看 我一上来以后呢 就捞月亮一根手 我也是事先备好啊 然后我就拿一个 圆 圆放在中间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一口井 什么叫井啊 井就是 我也是先备好 哎 啊 我说从前 我看一天晚上 有一个小猴子 来到井边玩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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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又不会表演 我不管他吧 还这么哈哈 但是小不理他 然后呢 他就 你就是说 绕着井边走圈以后呢 他往井上一看 啊 糟了 糟了 别敢跳跳井里了 孩子吧 哈哈哈哈 笑 就比条件孩子笑 然后呢 来一个老猴子 我又做一个老猴子的样子 我走过来 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经历 也就是说你比较有把握的话 可以让学生来表演 你来说 学生就听着你来表演啊 然后呢 老猴子 啊 糟了吗 还是同样一个动作 同样一个表情 一管老猴子 他在主的管棍里 就做了一个主管棍的样子过来 也做这样的 啊 这时候呢 说 旁边一棵大树 老猴子就抓住了一个大树 底下 就你手抓一个大树子 大猴子抓到老猴子 底下抓到小猴子 啊 小猴子呢 就到底下去捞 也把这个捞子做得非常的夸张 他就知道这个捞子到底是什么动作 不是拿 不是摘 不是扛 不是背 不是推 不是拉 是一个捞的动作 就不定一个动作 他全学会去捞什么意思 去捞月亮 哎 一碰月亮 怎么没有了 是吧 然后呢 这时候你要做得夸张才行 这老猴子不是抓一个顺吗 这比如说手的抓 对吧 然后呢 就说这个老猴子 他叫我说一看 哎 你要做什么呀 这手抓得很紧 你要给他一个悬念 啊 月亮在这儿呢 你手对你一搜 我那些孩子全看起来了 哗 他说 都掉到这里去了 就是老猴子他一松手 他一去捞月亮 就把那些孩子掉到这里去了 当时候做完以后 全部都笑着前响过来的 我就考虑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故意把他做得很发张 对吧 所以你当老师呢 我的一个教授也认为 老师是演员 是导演 你在课堂上 你做的任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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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吸引孩子 他随时看你跟着你跑 对吧 所以你是个演员 同时呢 你又把他的 对他是管理 对周边家长的沟通 和学校的沟通 你又是个导演 几方你要把他联系起来 你之后才能达到 一个教授效果 这些我 所以我上课的话呢 我就特别注重 每一个人的表情 他如果学生就这样 我糟了 没问题了 我得改名想办法 换一个手段 或者换一个字 或者让学生坐在这儿 之类的 然后呢 就是一个课堂组织 这些老师其实都知道 就是一个复习字词 百书 刚才我说完 百书 教写字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给你明个办法 第一 比如说今天要学写口字 好 大家把手拿起来的空中给我写 笔画 书 一起说 好 折 好 书上不用给你两个方块吗 就在书上写 不可以先写 老师写了你才能写 就用那一点时间 把零词写回来 对吧 有一个书上给了一个样板 然后有两个空格 那时候就在书上写 下一个字 土 横 树 横 写完了 回家以后 每一个字写一行 就是我们这星期的作业 最 教练一下 我在黑板写字 顶多就写这个 就完了 所以呢 我还写的时候 我还随时要 一定要盯着 那么呢 在第二天检查的时候 下一周 在检查写字的时候呢 我是默许 打开第一个字 然后呢 当时就纠正 我没有必要孩子交上来 回去盼了再给分 什么事 没有用的 他写错了 他这一星期都是错的 他写错的字 写错的笔画 当时就要纠正 他才能够真正学到 所以老师你在做任何要求 要求学生做任何配合 你必要想到 你这个效果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让他当时 感到错误 当时能够学到正确的 拼法读法 什么样 才行 你的所有的活动的设计 都要围绕着这些 目的去做 有目的去做 才行 OK 那么课堂上呢 就时间的展望 这个马力亭教赛 大家都有体会 很多 怎样掌握进去 那么学习话 语气啊 眼睛交流啊 英语的能力 有的时候说的 英语啊 暗示啊 我跟你说了 那种需要学生注意 批评他的东西 都是用暗示的方法 而是不用明着去 用脸去 去在班里面 把它给它挑出来 这样都很好 而且呢 对于好学生 其实老师经常要表现好学生 特别的表扬 我们班 谁谁得罪奖啊 谁谁做得好 我从来不说 我从来不在班里表扬一个特殊的好学生 或者是批评怎么样 没有用的 你表扬这个或批评 对其他人都是不好的影响 不说这些事情 所以学生在班里没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我老师 突然远和他 我们就觉得好像 二指纲的那样的 那种感觉没有呢 这是一个西方的 公正的 让大家都感到 同等的 代理的这种 一种教学里面 要融到我们的中文 这个环境里面去 关于这些老师 还有具体的问题 还有些手段呢 我说了 大字卡完了以后 做很多很多的游戏 我到后来三四年级的时候 对我来讲是特别难的了 为什么 二年级的教学程序和形式 到了三年级 四年级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词汇增加了 难度增加了 所以学生是挺难的 我作为老师都觉得难 结果我是怎么学 这个词汇学习是一个苦差事 很boring 你看你一个词法 一个词法 然后讲一下 念 学生都不爱他 不理他有时候 对不对 这怎么办呢 我是这样 今天啊 每一个人 像发那个丝牌似的 一张走的圈 接着再一张 再走的圈 每个学生要求 用铅笔 在后边 赶紧查几点 这不三年级都学了查几点吗 三年级的时候就学拼音啊 什么都会了 在后边写出这个词的拼音 这个字 几个字的拼音 然后呢 再查出它的英文的意思 用铅笔写上没关系 写完了以后呢 每个人就几分钟 把这个符都发下去了 一人有三张卡 比如说 都写好里头 每一个人按照这个卡号 该第一 该第二 到前面来取样 太如石 就是太如的一种石头 好了 交给大家了 其他的同学 不是没查这个字吗 马上就在你们作业 这个教科书里面的词汇表部分 词汇表的 本课词汇部分 做笔记 拼音也好 英文也好 你要做笔记 那么呢 等到学生把所有的字走了一遍以后 每个孩子都把它学完了 张老师 你这讲的是 就是说 你现在教圣词的时候 有圣字的时候 对 那么其实孩子 你让他查笔音都不认识这个字 那怎么查 那我就可以 那你还问老师 那你老师走来走去 还可以问老师吧 那就说每个孩子 实际上 几乎每个孩子都得问 你们再告诉他这件什么字 他再去查一下 就这样子 对 有的孩子 可以互相交换 有各种孩子 而且我每个教室里头 我都有那个学生义工 从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在这里做小时 或者是 让义工来交给他们 对 或者是家长 你帮一些家长来 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你有试试个词的话 那要花多少时间 学生查字 五分钟就查完了 这样五分钟 只要在一起查 把所有字都查好 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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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钟吧 你学字词也差不多要这么长时间了 第一节课就做这件事 第二节课才进入课文的讲解课文 字词确实是 字词没事 但是字词是一个基础 他没这个字词的话 但课文读不下来 也不认识 词会教学是 能把它教好学生感兴趣 每个人猜语 是需要老师 动很多的脑筋 否则的话 每个课都是这样 他觉得很多味 我当时教词后 就觉得 这个 不认识办法 如果想到那些办法 特别是越来越高年级以后 就得算不算 这自个作品 还有别的什么办法 那个呢 还有一个 我刚才提到的就是 教科书 我也来插一句 因为我也是从一年级 教到七年级 也是一直在用 张老师比我教的更有经验 他一直教到十年级 我用这个字卡 像张老师说的那个方式 我觉得对高年级的孩子 比较合适 因为低年级的孩子 一个他还没有学查字面 三年级 另外高年级孩子 实际上好多字卡上的字 都不是生字 他们都是以前见过的 不是新的字 所以实际上 我当时做的也是 可以就是说 让孩子来抢 就像比赛一样 就说这个字谁认识 他说了我就给他 然后这个谁认出来 稍微我就给他 然后他们都很 所以孩子后来就是 有这个习惯之后 他就回家 自己先预习一下 因为他知道上课 会有这个游戏 然后谁能最后拿的一朵 拿的最多 他就觉得他特别的 有成就感 你看我认识了这么多 然后他认识之后呢 他再站起来 让他来再带着大家念 我也损我的嗓子 对不对 因为到高年级 就是四五六年级 好多这次卡 他们以前都学过 那孩子跟那个记忆力 是挺好的 有不少孩子可以记住的 我来插一句 就是每班都有特别好的学生 也有特别差的学生 那这种方法呢 总是有几个学生 老师同学的 也有一部分学生 就一直落在后面了 所以我的方法 我是分组的 我分组的时候 我就是好的和坏的搭配 否则的话 有的孩子就永远就上不去了 对对对 周老师 有一些 否则有的孩子觉得很晒 觉得我反的也不行 我也不在家 你把它分成组呢 组一组之间的竞赛吧 它更有一种 我要被集体出力的这种感觉 可能比他自己出力 还更加的 一个学生来大 对 你跟查字也是 因为每个同学都要查字 每个人都得上来讲 你管你傻人不傻 你好还是苦还是弱 他都得逼着你 硬着头皮上来 这样子 一个两字就行了 然后呢 他在查字的时候 认识的字很快就写好了 准备好了 那些不认识的话 你们多给关照一下 多派用啊 去给他 帮助他 这个直面什么 他自己要写 通过这个一问 一写 他就有印象了 然后呢 刚才我怕这点 以后想不起来了 就是这个教材呢 我的学生从 大概从三年级学了拼音以后 从那一年开始 我说你的教材这本书 必须给我写在里面 乌鲁花销都给我写上 不可能是一本教材下里面 干干定净的 那不行 OK 那么呢 就是在词汇 词汇表里 字里行间 你可以标拼音 可以标英文 就是你为了你的学习 这个课文里头 一个音音都不是目标 除了他自己课文里有的 你在念课文的时候 不会的 赶紧到人家查 查完接着念 就让他有 逼着他有这个机会 一个字一个字的 指字认字 不会的字是新字 他在里面查一下 他就会读了 读下来以后接着 就是我一贯的要求 我的学生呢 最后 他在讲课 在念字的时候 我就在行里面 走来走去看看 他们到底是写的没有 凡是我一叫起来 我说这个念什么 他刚刚说 我们久走过的 你记了没有 是那个同学 他介绍给大家 他教给大家 你记了没有 有个孩子 他就心不在焉的 没记 我一过去看看 干干净净的 说明你没记不记 记不记 从三年级开始 一样养成学中 记不记 这对他一生 都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从现在开始 老师给他培养的习惯 记不记 记不记 拼音也好 英文也好 好了 那么呢 他以后就要有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习惯 就这样 但是不能在课里面 我们再讲 下一个问题 我问一下 您刚才说 这个字词 不是每天上来 都要复习吗 都要考一下试 然后您刚才说 那个方法 说让他们就再 不是说你拿 老师拿回家 像我们都是考完了以后 可以收回来 收回来回家判 然后再发下去 您说是当场 让他们就是 又自己是怎么个做法 就是您是怎么 就是比如说 我刚才这样 我可以知道 我今天听写 听写六个字 对 我就听写六个字 不可能听写所有的 谁会写啊 好 其他中学自己写 不看 不看 咱们自觉 写不出来的 再看 看 那不是 他写好的 等于他把答案交代 对 对吧 然后呢 你在看的时候呢 说好 这六个同学 每人都写对了 咱们看一看 这个同学写对了没有 你对了吗 打一个勾 你对了没有 打一个勾 全对的 给你自己打一个一百分 自己写完了 过去了 过去我有老师收回来 还给你分 还给记录 没那个必要 没那个必要 当时写这东西 你一定要当时纠正 那至少六年级 每探课后面都有 都有练习的 不是六个字 而是三十几个字 你挑着 你就跟他说 你回去都得练 但是呢 我是挑着 挑着里面的栏目 六年级要去 听写 还是常用字 不是常用字 每个星期都有 每个星期 每个星期 六年级 每个星期都有 六年级 六年级 他的课本里的字 好多是认字 然后呢 要写的是墨写 墨写 是课续段落 真正要听写的字 是常用字 像那个 他列出来 新的字 是要求 只要不学生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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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句很好 好 这个问题啊 到底哪些字 是需要写的 这个马力工老师的教材呢 其实非常明确 所有课文里面的字 包括词汇表里的字 都要认 要认什么 只能够认出来 知道什么意思 哪些字里需要写呢 就学生要会写 要会墨 是在作业文里面的字 所以每一课 只有这么几个字 需要写 也就八个 最多八个 一开始 一年 第二年 一周就四个字 需要墨写的 老师不能考学生 只认的字 你就给学生 无形加大了很大的分量 不可能的 我有一个老师 来教课的时候 他就说 教什么 左手 右手 那一课 这么多字 他就开始给学生 一个字一个字 这么写跟着我写 时间都发展写上去了 本来哪里那个架材 就是要避免先写 最后才是写 一定要认读认读认读 写是一开始很少很少 最后 到了写作的时候 再开始写 所以老师一定要注意 作业本里的字 是要求写的 练习的字 其他的都不是写的 只认读就可以了 我想再强调一下 就是凡是要听写的 他作业里 一定是要求你回家写了 如果他的作业本账 没有要求学生回家写的东西 就不是要求你要听写的 只是要求认的 而且他那个六年节 有要求你那个写段落的 然后他在那个 就在他所有的听写的那个 都有空格的 每周都有空格 他空格那个是听写段落 默写段落的 也是作业里曾经写过的段落 然后用听写的常用词呢 他也已经都格子都画好了 也是在当那周他学生练习过写的 只要他的作业本上没有要求写的 就不是要求你学生要 要会听写或者默写的 而是要求认的 所以他就是 就像他说 我们这里的学生是穷学生 什么穷 就是说时间有限 语言环境有限 所以他要把好纲 用在刀刃上 就是说他 但根据他这样的教学方法 教下来呢 没有问题 他的学生每年有100多个学生 去考AP 都考得很好 所以这是他非常 他是经过反复实验 总结出来的这种 就是考得一个解锋好 都是他 基本上都是5分 基本上都是5分 我有问题 那个玛丽萍的教材 每个单元后面每一课 都有一个生字表 对不对 有十几个在拼音 然后呢 他的那个 在作业本当中 每个听写 都有一部分 说下周要听写的字词 那个是 总是在i 不管几年级 都在i分4里面 所以呢 就说我们这样 是给凯顺上了考试 是考生字表 和这些字 还是考那个理解 我觉得那个i分4 是最简单的 但生字表 每个单元后面那几个是最难的 那我就说 这件中年长 不过是 老师在讲这种 是讲这个生字表的 还是讲这个理解的 生字表的 是他今这周 必须要认识的字 你跟其中包括要写的字 听写的字 听写的字 就是他必须会掌握的字 但是那个是相当的难 就是那个生字 每个单元后面的生字表里的 生字表里的 只是要认的 不是要写的 只有在他的作业本里面 有空格画出来 要你写的 那才是要求学生 会写的 手会写的 然后你能够听写 每周回去要听写考的 跟他听写一样 四年级就没有这个了 没有这个生字表了 没有这种 四年级是听写的 是那个 是那个一段 课文的段落 对 课文段落 就是有三段 就是打新字号的那是 要写的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那个认读的字 不要给他们去那个 再去听写 因为这样是 他时间不够 学生就不够 不知道该做什么 就觉得做不完 就不做了 我一定要 就是说 我想问一下 实际上就是 让他要先认 那些东西都要先认 然后实际上 就是记的那些东西 并不是很多 是吧 就是要认 其中的几个字 那都规定好了 但是就是说 不用老师去想说 就根据他这个走 对对对 根据他那个走 作业里出现需要学生意 所以一下写号是堂的那样的 那是要求写的字 其他的 当中写的字 就只认就可以了 四年级就没有那个了 三年级的 四年级就没有 四年级就没有 四年级是段落 他超写的段落 都要表示 对 所以我就问 是那个听写生词语的时候 是听写爱情四里的字面级 还是说那个 所以今天我就明白 所以有的干长就说 那这个生词表 那书也是还可以掌握的 那你看 在福西提当中 他这个内容就没有 这些东西就没有 福西提 你说福西提纲里 对 词语不都给你出来的吗 对 所以福西提纲里 他给你几段 需要获信的 对不对 但是福西提纲 基本上也说 大概有四五识吧 词语 这样的福西提纲 福西提纲每个简面都是 哦 福西提纲里的字 都是要写的 对 所以这种图是身姿表里的 对 对 它是身姿表里的一部分 对 对 对 好了好了 这个 就马上我就没时间了 我现在很快的把 我们那个写作的 啊 那个腹线介绍一下 我当时前面说了 腹线的就是给学生 我刚才这个打开的呢 就是 学生们 每一周 给 给这么一个图 你选一个 然后你就在旁边的格子里 这个学生呢 是把这个 Word的版本 交给学生 他 download 到那个手提线桌里面 哪周打开一个 这是第一周的 选一个小学 还是选一个娃娃 写的时候呢 老师教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说 不对啊 不对啊 这么写的 什么都不要 完全是brainstorming 完全是freestyle 你爱怎么写自己 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中文写 要对这个 你写的对象 有一种 spare 有一种尊重 你不能随便把你 脏了 那张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你那个每课 课后 那个余发点 都怎么处理 以后把这个讲的 行吗 咱们没时间了 咱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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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 每一周 每周有给两个头 你挑一个 然后来描写 颜色 形状 就是给孩子一个 让他自己去写 老师给他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引导 就是 你看到的 老师你想到的 马上放在笔上 就画在电脑上 怎么写都行 什么颜色 然后你开始想象 我会弹钢琴 我妈妈弹钢琴 或者我这个 他怎么弹钢琴 什么怎么拍下 什么东西 就是自由写作 一共 每一周 每一周都有这个 这个东西 就写 那么呢 我们写作的这个 如果大家呢 我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上次 前几天到 九州大会去 OK 也是 给学生呢 我就用云志副的 Google document 这是那天 我们老师 一起上去的话 如果老师 现在可能 我不能不能上网 上去的话呢 就可以到这里边 可以 跟学生 他在这个文件 来写作文 然后交给老师呢 给我一个通知以后 我就到这儿来 判 判的时候呢 就说你这个词 是错的 我在旁边加一个评语 OK 我说错 就行了 我不给他改 老师用不着 拿红笔去给他改 改了半天 他这么看都不看 然后就扔了 就是你给他指出 这是错的 或者这个句子是chinders 是英式 这不是英文 或者什么 他指出来 让他自己去改 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是老师 需要培训才能够使用 那么呢 这就是我跟老师 介绍一下呢 就有这个功能 就教写作特别好 就这么一个版本 他在这上写 你去判 下一次 在一个新的作文 在上面 他写你去判 我想可以在下面一个 他写你去判 这这么一个版本 老师作为呢 一个文件 老师呢 就在自己的Google 大附里面 作为一个类似这样的 一个文件 就存在这儿 就每一个学生 一年就这么一个文件 把所有的文字 做出来 非常好 不需要交 不需要E-mail 不需要就在这个 一个文字上 这个是您介绍的一部分 或者精神的话 可以 这一部分文件 可以跟老师来介绍 这种技巧 有一句 嗯 嗯 嗯 只能讲那些点 没有 老师你和他一起说 老师老师您 那些余法点怎么讲 余法点 我是现在看好了 我在背课的时候 把这个余法点 要介绍的余法点 我看好了 我不专闭地说 现在讲余法 没有意思 我就把余法点 在课文里头 出现的余法点 我画一个记号 一念到这儿 我就口头上介绍一下 简单讲 简单讲一下 然后呢 我在口头上给几个例子 啊 怎么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这三个字 我有什么点 我也介绍一下 我怎么讲余法点 余法点呢 实际上 他这个就是点到为止 你不用讲的 老师跟他讲的 很累的 实际上我 凡是学生能做的事情 我不做的 他的余法点上 所有的例句 实际上学生都应该可以读的 因为那些都是学过的 就要学生来读 这个是什么意思 让学生来读 比如说 不但而且 不但而且 然后下面一句子 你来读 你来读 读三遍 上课学生想要读 那么多时间 他读完了就可以了 我反对很快的 杰哥 我都能讲完 不是我讲 就是学生来都给他读 都念了一遍 每个人念一遍 你这几年级 告诉你 我从一年级一起教 都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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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些读 你 Н是